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刚刚开始 你看到他开始有这个动作了 而且他把这张照片发在区域上面 他直接校正 也就是新年才刚刚开始 整个半导体王者之争已经点燃战火 他拿上他手上这个机片 是6奈米台积电做的 他说他可以要独霸天下 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一指打理 他现在的对手已经不只是Intel 他现在也把NVIDIA当成了对手 也就是现在紫金之巅半导体的王者 已经打得如火如荼 这个如火如荼的战争里面 都需要一个重大的居货库 而这个居货库非常明显 就在台湾 好 我们今天请到了 编辑队代表首颖的财经专家 黄松松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次每一道电视报 董事长 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实际人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深的谣言杰慧真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的两岸节的李廷华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资深媒体的人黄伟瀚 老杰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走 你说这张照片 充满了杀气 新年才刚刚开始 苏之锋就拿他手上这个晶片 就跟Intel跟NVIDIA校正 你说 今年2022年才刚开始 整个半导体的王者之争 战火已经点燃了 没错 实际上苏之锋这张照片 是要做什么呢 他在对Intel还有NVIDIA校正 因为为什么 在这一次的这个CES展里面 AMD会展出新的产品 包括说像这个新的CPU 跟新的GPU 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拿的就是说 我用的是台积电 6奈米的晶片 今年就看我们表现了 所以他直接跟你嗆一下 这个表现太得意了吧 没错 拿着这个6奈米的GPU 它有很厉害吗 对 它这个产品是目前现阶段 用最先进的制程所做出来的 整个时效 或是整个这个耗能 都相当相当的理想 所以他才敢在公开跟你Intel校正嘛 那为什么这是苏之锋 非常重要的一意呢 你知道苏之锋接掌AMD的时候 市值只有25亿 那现在AMD的市值 已经来到1800亿 他距离Intel 世界上最重要的CPU公司 2100亿 只有300亿 所以他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我要干掉Intel 所以他为什么要跟Intel校正 就是来 我一定来到你的身边了 今年我决定要用这个6奈米的产品 把你打下去 所以我们看到AMD过去是被Intel远远的甩开 过去AMD连Intel的车尾灯 没错都看不到 就没有想到 这个台义的苏之锋 他今天掌握了AMD之后 跟台积电合作 他竟然在今年 有可能黄金交叉 死亡交叉 在今年 彻底的干掉Intel 而靠的 就是手上这个6奈米的GPU 没错 那你校正的时候 当然Intel不是省油的灯 Intel新的这个执行长 季辛格 他在这一次的产品里面 他要推出所谓的代号 所谓的这个Intel Arc的产品 这个是什么 显示卡 他也要显示卡 对 你在这个CPU里面追我 我现在我改掉GPU 我要另外开一条路 我要去追赶 你要追赶我 但是我不是要追赶你 我要追赶的是NVIDIA 所以他推出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GPU上 我是剑指NVIDIA 那为什么要剑指NVIDIA 我跟大家讲 Intel目前的市值是2100亿 但是NVIDIA目前的市值是7100亿 所以他现在 他当然不会跟AMD比 他想要跟上面比 所以说 今年才刚刚开始 就看到了整个AMD 看到Intel跟NVIDIA 三个打成一团 而这三个打成一团 后面的军火库 都是要靠台积电 没错 好 那我们讲 这一次的这个苏之凤 你看他信心满满的拿出这个 这个Raisen的这个6000的这个新的CPU 抱歉 那这个是 你看他还特别讲了 台积电的6奈米 他还写在这上面 那这里面来说 第一个 他这一次的这个新的这个 因为为什么他要发展这个产品 你们知道他这个 若以这个CPU 这个所谓桌机跟NB的这个世代 两年前是个大换机草 今年又是个大换机草 所以今年为什么 Intel啦 NVIDIA啦 或是AMD 他们全部都要抢工 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今年很重要 没错 那你看他到底有什么样一个状况 他这个新的这个处理器 比过去的这个处理的速度多11% 然后公尺的速度多28% 另外一个 他有一个生成睡眠 就是你在运作的时候 他可以让部分的这个CPU 能够停电下来 所以他可以看24小时的 连续的影片 这个在过去一段时间 都没办法用到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 所以我拿了一个笔电 我可以不插电 我可以连续24小时播放影片 所以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 因为他用的是台积电最新的封装技术 让他整个耗能 整个这个节电的效果是大幅的增加 那你AMD这样做的时候 Intel的这个基辛格就讲了嘛 Intel就说好 你先来追赶我这个CPU 我不要 我要推出一个叫GPU的这个绘图卡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其实有一个叫IDM2.0 未来的这个整体的转型计划 就是我除了过去的CPU之外 我还要做这个GPU 所以他讲 这一次也很有意思哦 他这个Intel Arc的这个技术呢 是他去年就发表的 他去年品牌日发表 而且他说的是什么 我要用台积电的6奈米打造 所以他也是 他也是用6奈米 他也是用台积电的6奈米打造 也就是AMD的APU上面追赶我 就我要去杀下 这个所谓的NVIDIA的GPU 对好 我们去来看目前的这个AMD 跟Intel两个之间的血栈 到底是怎么样 你看伺服器里面 伺服器的CPU里面 Intel跟AMD 你看 Intel的市占率是一直在下滑之中 这个AMD的市占率是一直在上升之中 桌机部分来说 你看Intel好不容易这几年了 有稍微稳住 但你看这个AMD 其实市占率都一直还蛮好 在新共GPU里面来说 你看Intel是往下坠 这个AMD是往上升 另外在整体的这个中央处理器 CPU里面来说 Intel是一直往下降 AMD现在已经来到24.6 所以再过一段时间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在持续的这样走高的时候 当然对Intel来说压力非常巨大 那更不用讲 这个这次AMD 推出个6奈米的产品 请问你的这个产品线 目前在哪里 他们就说 我们新产品要用所谓的 Intel 7 Intel 7是什么意思 Intel 7约莫折合台积电的10奈米 所以这个6奈米跟10奈米 显然有一段落差 所以对目前的这个Intel来讲 他很担心 所以他只能够说 我用台积电的 发表的6奈米 我要去供这个 这个NVIDIA的这个GPU 所以我们常常讲 情失其路天下共足之 本来天下霸主 是Intel 他悍然不可以动摇 就当你动摇了以后 跟他讲 两边就把你给撕裂了 对好那我们就讲嘛 现在Intel跨入整个GPU的市场 你看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看GPU的市场 其实是两强 一个叫NVIDIA 一个叫AMD AMD里面AMD是第二 那你看Intel过去是零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零 但他现在准备要进来了嘛 所以他准备要杀进 这条血路里面来说 当然另外两家公司 AMD跟NVIDIA 也很紧张嘛 所以这一次我才说嘛 舒子峰这次推出的产品里面 除了CPU之外 他也推出了他们下一代 新世代的 这个AMD本身的这个绘图卡 就把它推出来 绘图的GPU 另外一个 我们Intel推出的这个GPU之外 NVIDIA这一次的CES 也会推出一个新的GPU 所以现在等于是 NVIDIA也有新东西 三家公司 全部都要推出这个GPU 那甚至你知道 NVIDIA已经感受到 各种的压力 我们知道说 其实台积电的主要客户里面 NVIDIA并不在主要客户 台积电最重要 目前三家客户 一个是苹果公司 另外是台湾的联发科 另外是AMD 所以NVIDIA不在这里面 就NVIDIA 我们不是讲了吗 他拿出1900亿台币 跟台积电说 请你的5奈米一定要给我 所以为什么他拿过来 因为他知道 他已经感受到AMD 这个AMD用的是台积电的 6奈米代工的这个GPU 另外一个Intel也是用 这个台积电代工的6奈米 目前呢 NVIDIA是用什么 三星代工的这个7奈米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 卡进台积电的5奈米 不然的话 他可能在下一个世代里面 会遭受到 他们两家公司的联合夹杀 所以你没有军火库 你什么仗也打不了 对 没错 那好 为什么我们就说 这个所谓显示卡 真的非常难呢 我们知道 事实上这个GPU里面 中国前一阵子才发表 一个叫做风华一号 中国也做显示卡 他们是这个心动科技 就你看他做出来这个 你看到这个画面 这是他们实际跑侧的 这个画面 你看到 这号声4K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画面 这画面哪有4K的感觉 而且一跑动起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种很模糊 所以他们的显示卡显然技术 跟NVIDIA或是AMD 跟Intel 都有一段很大的这个落差 所以在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根本在半导体上面来说 不是这个美商的任何的对手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 现在所有的对手 还是Intel AMD跟NVIDIA 对 而这个NVIDIA里面 这已经不是其他的公司 可以看到车尾灯的了 对 当然宝洁讲到说 今年的全世界 在半导体的这个霸主之争的 我们讲到说是 目前的全世界霸主是NVIDIA 7100亿 再来是这个 Intel的2100亿 还有AMD的1800亿 但是我跟你讲 真正的霸主 不是他们三个 还有 今年真正的霸主 我认为会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这几天连续大涨之后 它的市值已经来到6900亿了 它已经逼近了NVIDIA的7100亿 它已经随时有可能会超车NVIDIA 变成全世界半导体第一名 市值第一名的公司 市值超过NVIDIA 它已经在这个 已经准备好 我跟他讲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跟他讲 台积电目前的客户AMD AMD生意好的时候 台积电会不会好 台积电高通是他的客户 高通生意好 他会不会好 苹果是他的客户 苹果生意好 会不会好 NVIDIA也是我的客户 加上说很多一大堆 全部都是我的客户 你们业绩好的时候 那谁会最好 但是台积电最好 所以我才跟他讲 谁都要找他 所以我才跟他讲 真正的霸主 不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那三家互相的竞争 那三家互相竞争的时候 他们会互相的彼此销掌 互相的牵制 但是真正会好到一家 就是台湾的台积电 所以我才跟他讲 我敢在这边跟他讲 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台积电绝对会变成是 全世界市值第一名的 半导体公司 难怪 ITEL的工程长讲说 我的对手根本不是别人 我只有一个对手 就是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真的是 相当相当强 我们再讲几个例子 比如台积电 目前的最大客户是苹果 你看苹果我们昨天讲到说 他现在来跟苹果在发展一个 叫做Micro OLED这个新的技术 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什么东西 好 另外一个 这个苹果在用在 它NB跟PC上面的M1晶片 这个效能强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想到他们开始测试之后 他们一直在测试 一直在玩一直在玩 全力这样跑下去 跑分这样跑下去 结果没想到 他就说那个电量 为什么好像都没有掉 本来是80% 我明明已经用了很久 为什么电量还是80% 难道你这个CPU已经烧掉 还是说你已经停电 后来才发现说不是 他说原来还在跑 他说这个真的是太厉害 整个节电 整个这个耗能的表现 真的超乎完全他们的预期 这么厉害吗 所以这个为什么M1 苹果用了M1之后 他就说 我再也不想要用 这个Intel的相关 回不去了 完全是漂亮 所以这就是台积电 厉害的地方 他让所有人 全部都黏在他的身边 没有办法离开 那然后如果你想要从这个 你自己 我们不用讲 苹果靠他摆脱了这个 摆脱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Intel 另外我们的高通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联发科 也靠着这个台积电的帮忙 摆脱了高通 所以今年的这个半导体大战 尤其CPU GPU里面来说 三家公司混战 但是最后真正的霸出 还会是台积电 知道 今天舒志峰 拿到这个镜片 台积电做的6奈米的 这个CPU 它真的充满挑衅吗 而且新年才刚刚开始 这个半导体的亡者之声 已经杀得如火如荼了吗 没有错 这一次国际消费电子展 它其实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显卡 根本以前都谈CPU 对不对 下一个投资标题 其实是显卡 什么显卡 就叫做显示卡 显示卡它就跟下一个事弹 两个有关系 一个是挖矿 一个是电动车 你电动车显示卡要干嘛 做大量的图像运算 对不对 图像处理 对不对 电动车 我们昨天还跟大家聊过 特斯拉现在电动车用什么 用眼睛 用眼睛去做图像的运算 所以它后端是需要显示卡的运算能力 再去做所谓支撑的嘛 所以电动车 所以以前我是数位的快速运算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数位的快速运算 是我根本就进到图像的时代了 对到图像的时代 所以图像的时代这个东西的时候 因为图像 其实图像背后也是一个又一个的数字 只是它换算成3D的时候 会非常庞大非常复杂 而且因为很细利 所以你像素很细嘛 所以运算量很大 所以你不能再由CPU来做 你独立出来由GPU就是显示卡来做 所以你看哦 现在Intel AMD跟NVIDIA 全部都投入显示卡市场 本来跟你知道吗 显示卡市场现在要跟股票一样 一天一个价 你想要买还买不到 显示卡有价格 显示卡因为我们才谈嘛 NVIDIA GeForce的RTX3090 他们建议出3090Ti 我就讲3090现在的长情哦 它官网的定价是46,900块 抱歉 刚刚我上网看 9万多一张啊 每一天都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今年11月10月都看过 13万台币一张 你能够想象一张显示卡 等一下 我们以前是卖电脑 我们以前是卖车子 现在光一个显示卡 都有市场价格 我这样跟你讲 以前是买电脑 组装电脑配显卡 现在是买显卡送电脑 我跟你讲 因为现在都主打说 我是电玩级或是Pro级的 高效能电脑 其实贵都贵那颗显卡 反正CPU还好 CPU还好 所以现在大家都戏车嘛 买显卡送电脑嘛 刚刚不是谈中国做的显卡 跟这种NVIDIA AMD Intel的显卡 差在哪里 第一个中国做的显卡 效能差 效能差就是说 还给我过热 过热还给我耗能 那耗能你能挖矿吗 挖矿它拼的就是电 中国讲说 我是中国第一号 风华一带 我中国自力生产了这个显卡 被你显到一文不值 这个画面跟我们十年前看的卡 都是什么不一样 十年前 现在都可以做到说 你分不清楚这是真人 还是做所谓的 GPU算出来的动画 就这个坦白讲 真是有一种十年前的味道在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翻片了 全部报线 只有台积电可以满足 连三星都没有 三星现在在5奈米 或者是6奈米的产能 它最后的良率是未知的 它曾经有帮人家做过 所谓7奈米的代工做 是过热的 它的效能是只有前7分钟 8分钟 是可以用的 后面就过热 然后降频 所以说显示卡不是说 我做出了一个5奈米就算了 我做出来以后 我还要稳定 我还不能过热 所以这中间的每个很多 老杰哥你打电用打5分钟 还打50分钟 还打5个小时 当然 你挖矿挖5分钟 挖50分钟 还挖5个小时 挖矿是24小时 每日每夜在挖 打电动是每日每夜在打 开车一开也开两三个小时 这些东西都是让你长期 很稳定的运算 然后效能要够OK 然后你品质要好 所以你看为什么intel 它在明面上 它是跟台积电去做竞争的 可是为什么它开发显卡业用的时候 抱歉 打子弹给台积电 出货给台积电 它根本不让自己的intel 都不能够 它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啊 那amd更不用说 你本来就是靠了台积电 把一个市值逼近intel 对不对 nvidia更狠 因为坦白讲 因为nvidia长期只做显卡 对不对 所以nvidia对台积电来说 叫做小客户 对不对 nvidia在去年喔 第三季就给了台积电 快70亿美金 预付2022年的货款 为什么 我先把钱给你 你留一些产能给我 这到底要定产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nvidia现在最新做什么 跨入自驾车的平台 对不对 nvidia去自驾车了 对 它那平台是什么 它做出一个自驾车票 因为对于很多 Toyota 丰田等等的 它造车可以 它做自驾的 这个所谓软体 它图像分析 它可能不行 所以nvidia跨过去 这边来做自驾车 所以现在所有车厂都找什么 找所谓像高通策略合作 然后找所谓的 nvidia去做策略合作 所以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预期 未来显卡一定会大爆发 所以台积电会变得 越来越重要 好 惠生 现在刚刚讲 我才知道说 原来全世界半导体 市值最高公司 是nvidia 但我们也知道 它的负责人 居然是跟台湾有关 是台裔的黄仁勋 对 可是原来是十多年前 默默无闻 在十多年前 他找人合作 没人理他 他是因为跟台积电的合作 才风生水起 对 你要知道 从1998年到2003月 正五年 华人区的nvidia 差点是破产的 那时候 他曾经差点破产 对 那时候台积电的 那个财务长张绍威 他说他有一次 要到美国戏股去出差 后来他记忆当中 有一家公司 欠我们好几百万美金 所以他要去催账 其实他讲 那一家公司就是nvidia 真的假的 但是nvidia 以前还欠过钱 对 然后张绍威说 可是我们的业务部门 说这家公司 发展潜力非常好 所以这家公司真的就是 我们还要给他的受信额度 再拉高 虽然他还欠我们钱 结果后来他到美国之后 所以说当时台积电 在nvidia 刚刚发展的时候 就是他潜力很强 对 而且是业务部门 跟财务部说 虽然他欠我们钱 现在他现在还没办法还 但是这家公司不可小觑 结果张绍威去见到黄仁勋之后 他就跟黄仁勋 他就跟黄仁勋说 现在你还欠我们钱 那是这样子的 我们因为基于风险情况之下 我们那个受信额度 可能不能还是有其极限 不能不断地让你欠越来越多钱 就黄仁勋 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 他直接说请你们不要这样做 因为几年之后 我们将是你最大的客户 然后张绍威后来就出了回忆录 就是说当时黄仁勋才三几岁 有这样子的一个愧靠 他印象非常深刻 显现他从一开始的时候 对于整个市场 以及自己的NVIDIA的一个发展潜力 是身具信心的 那果然现在NVIDIA的市值 是高达7300多亿美金 那刚刚特别提到 为什么他要捧着69亿美金 先跟台积电框货 因为那个AMD的这个 他手上拿的是台积电6奈米 他现在要用的时候 台积电5奈米 如果NVIDIA不赶快拿到台积电5奈米 就要快被AMD超越 所以你看 苏之锋拿到了6奈米 他就赶在这个一年一度 最重要的消费电子厂 跟人家矫正了 我当然要用5奈米来克你 对 是 所以现在他赶快把钱捧着 而且赶快预付款 告诉他说 再怎么样请你把台积电5奈米的 一部分的产能 然后就是保留给我 那人家也说 如果整个半导体领域的话 张绍威是被人家认为 是撑起整个半导体 华人的半边天的话 一个重要人物 第二个人是谁 其实就黄仁勋 而且你刚才讲的 有个关键年代 2006年 那时候本来怎么样 他们两个人一战一炮而红 那一战 两个人都不知道 对那样的架构 本来都没有信心 他们两个人会演独具 去压在那个上面 是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黄仁勋 其实在整个发展过程里面 台积电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 1998年 Emedia发表了GPU的绘图软体 创新产品之后 这个果然让整个 不管是Intel 或者是其他的美国的大厂 都吓到 因为认为说 第一个是这样子的产品 是非常的跨时代性 第二个是台积电 竟然可以帮他给生产出来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真的是让 以前出来没有想过 可以做出这种东西吗 对 所以包括像IBM Intel还有德州仪器 都会刮目相看 认为这款的晶片的良率 竟然可以把它给做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 它就开始在市场上 非常的有文明 那所以到从过去一时之间 可能本来还有一度 财务上的问题 到现在已经是半导体 整个产业的一个 龙头霸主地位 其实NVIDIA 他们这几年 尤其是说从2021年 他们已经从GPU 慢慢跨入到 甚至是所谓 电动这个元宇宙的一个概念 其实当大家最近 印象最深刻是什么 就是去年四月的时候 黄仁勋他发表的 GTC2021的头影片 你看这个 你可以想象 他其实是虚拟的吗 他是假的 他是假的 整个都假的 他身上的衣服 所有背景 全部都是假的 他说他们总共用了 34位3D的设计师 跟15位的软体工程师 花了非常久时间 拍了这些无数的照片 去弄出这个 你看到你以为是 栩栩如生的黄仁勋 是真实的他 其实你所看到的都是假 所以当你就会发现说 天哪 他们竟然可以把这样弄出来 那你说未来的 不管是元宇宙 或是电动车 所需要的蜜蛛啊 都是NVIDIA 不可或缺的一个市场 好 从另外 今天台北股市 最热门的是洪家军 对 洪家军 当然第一个讲 Google的一个投资 另外就是 电动车的时代 现在洪海本来开始玩 说电动车 大家觉得你是玩真的玩假的 现在大家觉得 肯定性越来越高 特别是这次的消费电子战 对 连Sony都要坐电动车了 没错 今天台北股市里面来说话 其实台积电跌6块 但是中场其实跌幅没那么大 主要原因是在洪海 很久没有动了洪海 今天涨了5.5块 那为什么洪海会上涨呢 主要原因就是说 今天早上大家看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Google 这个美国的这家公司呢 他居然花了11亿元 入股 入股我们台湾一家公司 叫做化汉 这是工业电脑的公司 他是第一次直接投资 我们台湾的上市上柜的公司 那你想说 他为什么要买这个 所谓工业电脑的这个公司呢 我跟他讲 工业电脑他是做什么呢 他其实就是主机板 我可以用来做什么 用来做元宇宙 我可以用来做什么 做电动车 我可以用来做什么 做云端 也就是说 我可以少量多量 少量多量的 帮Google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入股这件事情呢 告诉你一件事就是 未来呢 可能台湾呢 会变成是美国很多科技厂呢 我要做少量多量的产品之后 我就会来用台湾的公司 Google是这样做 这个亚马逊是这样做 微软也会这样做 所以台湾不只是在 军火库不只是在半导体里面 在未来的主机板 或是很多终端产品上面 也会是美商的军火库 所以Google不然病了 之前宏达店的手机部门 在台湾设立了一个 他专门部门 他还介入了台湾的上市公司 他直接买喔 这是很少见的喔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我觉得会引动未来 可能美商来台湾投资 入股台湾公司会越来越多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刚才宝洁提到了 这个为什么红海会长 红海会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除了元宇宙之外 他现在呢 他这个MIH的这个平台呢 开始要开始发光发热嘛 你看他前一阵子呢 他准备要到这个桥头公约 这个桥头工业区去开始 进去里面进驻嘛 包括说你看 他目前还跟很多国外的厂商 包括说他到美国去入股 这个Lost Town的这个公司 他准备要到美国去做 这个电动车 所以未来呢 我就讲 台湾的主机板 或是台湾的工业店 会变成是另外一个军火库之外 搞不好台湾的电动车工业 也会变成是一个军火库 那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军火库呢 主要原因就是说 这一次的CES展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 CES展有两大焦点 一个焦点就是所谓的 半导体龙头之争 另外一个是什么 电动车 CES展是消费电子展 那你怎么会展出一些 这个包括说各式各样的电动车 代表什么 车子也变成了消费电子 好那这一次里面来说的话 CES展里面来说 Intel去了 因为Intel它下面有一个叫 Mobile Eye的这个公司 他把这个Mobile Eye公司呢 它相关的这个 这个所谓自驾技术 完全整合在这一次里面 他们说目前跟吉利汽车 还有跟福特公司 都已经有在合作 所以因为Intel公司呢 它不只是只有 做这个CPU GPU 它也可能会跨入这个车用 另外一个Sony Sony在这一次呢 它发布 发表一个叫做 Vision 02这个版本的 这个休旅车 它可能也在今年 2022年来后会推出 所以Sony也有车子 那你根本没有讲 这一次的土耳其的国家 土耳其 他们Talkie的这个车子 他们也会 在这一次的发表 相关的这个SUV 另外一个德国的这个BMW 也是会发表一个 新的这个产品 叫做IXM60 另外一个Apple Car 可能也会在原型车的 可能会在今年的 可能会慢慢陆陆续续的 展现给大家看 所以你要知道说 事实上从CES展 我们都讲 过去CES展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说 今年的这个整体消费电子的 这个发展方向 所以今年的主轴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CPU GPU之争 另外一个就是电动车之争 将是今年贯穿全年的 最重要的关键之战 好董事长 你一开始讲 没有想到桥头工业区里面 洪海进去了 洪海进去跟电动车有关 而且跟你讲 你现在消费电子 在把电动车拉进来 就代表电动车 已经是消费电子了 如果我过去 台湾可以代工手机 我当然可以代工车子 而且连Sony都进来了 就代表 我今天只要有工业 你只要有概念 谁都可以做车子 对 因为未来这个电动车 或是车辆的市场 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原来在发展 所有的这个油车的既有的 这些汽车工业的厂商 他们会转型 去转型到电动车 对不对 那同样的另外一种人 另外一种产业 比如说苹果 比如说Google 比如说Armaron 这些公司 他们或是Sony 这种公司 他们本身 不是做汽车的 但他们有庞大的 这个所谓的电控或市场 或是各种设计跟规划能力的公司 他们也可以进到这个 电动车 电动车市场 所以说两种 就是所谓你刚刚讲的 所谓的电子消费的大型企业 它自然可以转型到电动车的市场 跟原来汽车的工业转型 那这两种公司 就会产生一个竞争关系 对不对 但是难道一定会 这个谁会再有优势呢 你看现在特斯拉 就是这个案例 特斯拉就是 他只做电动车 对不对 所以他不断的发展 电动车过程当中 他们根本不考虑 他会打到左手打右手 可是如果今天是BMW 会Benz的话 他会影响油车 他会影响 机油市场 他马上有机油的这种 这种油车市场 马上就影响到了 所以他的发展策略上会很尴尬 可是电动车的 纯粹的这种 像特斯拉 或是我刚刚讲的 或者苹果啦 Google啦 或是这些公司的话 Sony都进来了 Sony毫无顾忌 就直接跟你干了 我发展的电动车 就是我的第一个模特 很简单 所以一点 他是跟你抢市场站有率 他非常没有顾忌的往前冲 这是另外一种的 那以后车子不就变成丛林社会了吗 是 可是大企业的丛林 你要注意小公司没办法干 因为搞品牌车这个事情 后面要有连带的 非常大型的服务系统 对 光看特斯拉在中国大陆 他的这个所谓的后续的服务系统 他有大量的数据资料 要上云端 要送全球式的管理 未来还有自驾系统的规划 不是你还要负责其他的充电设备 在充电桩 美国要做50万充电桩 台湾现在也是在规划充电桩 日本也在规划 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可是规划的公共系统 这到底是哪一个方向的 这个你所谓的消费性电子厂商 会先持得点 还是既有的转型的公司 会比较占有优势 这个就被不一定了 所以这里面出现一个台湾的商机 这是鸿海想干的事情 鸿海现在做MH 他的做一个供应链的平台 两边都可以用 就跟现在手机的概念一样 我可以帮苹果 我帮你做 你做品牌 我帮你生产 制造 甚至于我研发 我通常帮你做 我的新的模特儿 在挂你的牌子 对 挂你的牌子 你会自己选择 我同时开发10个模特儿 让你们去选项 所以鸿海现在的计划 所做的MH的平台 就是它现在的苹果的平台 把它转到 从消费性电子 转到电动车的概念 所以这个B40模特儿 这个商业模式完全相同 那这个台湾出现一个庞大的商机 可是你要知道 原来消费性电子的市场 一年有多少的市场占有率 多少的市场的量 那你加上如果电动车的话 一年将近有7兆美金的总量 我们台积电一年的这个半导体的总量来讲 台湾的发展的话 大概5000亿美金 5000亿 只有你做最尖端的给你做到 5000亿变7兆 对 全部给你吃完 台湾吃2000亿差不多了 但是你不可能 因为还有三星别的企业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汽车的市场 电动车市场是7兆美金 这是未来 如果说我们用红海来算的话 它现在有第一个5兆到6兆的营业额 它10年后的下面一个5兆哪里来 电动车 刚从电动车来嘛 所以他们看准的是 下一个世代的20年后的一个产业的规模 那个产业规模 再做一个现在的这种代工或供应链模式的话 那不是可以服务全世界的吗 所以这个概念跟以前 跟原来的概念 转型到电动车的这个市场 跟规模来讲的话 非常非常的庞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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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